欢迎收看聚焦TV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Sara 9月的加拿大真的是很热闹 这国门已经打开了 前两天BC省又启用了疫苗卡 餐厅、酒吧这些场所也重新火爆起来 热闹的还有房地产市场 整个上半年持续火热 房子都快卖疯了 不管是新买的房子还是店铺重新开放 很多都需要装修 大家都非常关心 怎么样才能用最合理的钱 装修出最好的结果呢 如今温哥华乃至整个北美 最流行的装修风格又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温哥华著名的 Design公司负责人Deeson 请他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 欢迎Deeson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你好 Deeson,看到你们公司的名字 我很好奇 就是Deeson和英文设计的Design很像 几乎翻译是一样的 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其实呢,Design就等于Deeson加Design两个名字碰在一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是两个结合的一个方法去做我的logo 我们公司的初衷都是把最过性化的一个设计 男生定期的一个章说送给大家 谢谢啊,非常Smart的名字 很有个性 那Deeson,大家都知道您现在是温哥华知名的建筑设计师 设计风格也是中西合并 能问一下您从事这个行业的学历背景吗 好的 首先呢,我是在香港完成了室内设计还有建筑设计的课程 然后我在香港自信的建筑公司工作了14年 另外呢,我还在澳大利亚还有英国的设计公司工作 也做过香港房地产的公司 然后最后呢,我在香港国际机场里边有一个项目 我也有参与在里边 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shopping mall 好的,Deeson 那您是在香港完成了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的课程 同时在香港跟着资深的设计师也工作了很多年 那同时又在澳大利亚、英国 包括香港的房地产项目上也做了很大量的一些工作 也取得了非常错的成绩 而且香港国际机场 你也参与了这个项目 对啊,那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是第二期里边呢 再重新困划出来的一个很大型的商场项目里面的 嗯,就是大型商场里面的室内设计 对 嗯,好的,谢谢 这个履历真的是够闪亮啊 对了,Deeson 这么多年在设计领域上的打拼 应该收获了不少奖项吧? 08年的时候 我在餐厅设计方面呢 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然后曾经为一个全国有30家的一个建筑材料集团 拿下不少的一个展项 展厅大奖 展厅大奖 嗯,那现在在温哥华啊 很多人都准备装修 第一时间啊,也会想到你 那你觉得大家为什么这么认可你啊? 你的设计理念和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在亚洲里面呢,工作的项目大概有25年的经验 然后不管小的项目,还有很大型的大楼啊,还有很大型的上场啊 其实我都有一个经验在里面 基本上我都能精准的找到一个核道的一个亮点在里面 另外呢,怎么花钱在倒映上 我也能做一个合理的一个把控 那你的设计理念能举一些例子吗? 他都有,你都是从什么方面去出发呢? 呃,我的设计理念呢,就是打造能提醒价值啊 然后让人过目不忘的一个空间 具体来说呢,就是为了研发商务的个性化 还有品牌化的特征 呃,配合桥楼的走向 还有艺术品的一个东西放到里面 啊,有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想法 把本地化的眼光去把知识融入北美的市场 那您觉得北美市场和香港的这个设计风格 在区别上在哪里呢? 区别上其实很大的 在这边呢,我发现都是很自然的一种感觉 但是从香港国际的一些体验上面做下去 他们都很精细 就在设计上更加复杂 也可以说,是这样说,复杂 这边比较追求纯自然的风格 对,自然一点的东西 对,就是我的设计就是国际性的本体化的眼光 配合一个知识 然后拥有北美的市场 然后我的想法 还有一个sustainability的理念放到里面过去 然后这个东西不止于说物料上 从设计的角度,从设计的方法 然后一个approach的方法 都是由这种理念带动过去 我希望能在这些商务里面做一个不仅生活上的一个品位 希望能做出创造生活的作品出来 就是打造出有生活品味又超越生活的一种作品 好的,非常感谢,Dizen 也就是说既和国际接轨又能接地气 保留本地化的特色 那您参与了设计过一些国际品牌的高端酒店 据我所知啊,能让华人操刀设计的真的是不多 那你是怎么赢得大家的青睐的呢? 其实我参与设计酒店的商务不多 我大部分都是做餐厅还有商场 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在我的portfolio里面 我喜欢用手的方法 画一些平面图出来 然后直接跟客人去沟通 我通常都很喜欢了解 两地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所以能做出一个很好的配套 我们不停地沟通啊 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信任在里面 所以说信任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跟客户达成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上是 对,还有一个更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了解 然后互相学习 那个是最重要的 才能做得很好的作品出来 好的,谢谢Dizen 那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说得很不错啊 我们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客户的虚拟 还要了解大的社会形势 比如说影响了全世界的这个新冠疫情 那Dizen,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现在居家办公越来越流行了 很多人对室内空间的要求越来越高 室内设计的需求和标准也势必会迎来革新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善用科技当然是一个大的方向 然后重点的应该是人跟人之间的空间 Internet是可以把人赖尽 但是同时把人赖得很远 说得太好了 人是需要跟谁去连接的 需要真实的空间走在一起 相爱的人不能只在网络上碰面 其实不能碰面就不行的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不错 谢谢你 我的建议就是空间功能上 应该有部分共用的环境 规划出一个合理的人性化的一个 一个吸引空间 还有公共空间 这个都是我觉得是大方向的 非常好 非常专业 那感谢迪森 那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室内设计 和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 那您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 您的设计理念 您在加拿大跟很多家的 室内的一些家具公司合作 那有没有你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呢? 有的 其实我在温国王里边 跟Inspiration这家公司合作过 我发现它的品牌 它的分野权 还有它的东西 都能达到一定一个很好的标准 所以从设计的角度里边 我刚做完这个空间之后 我都通常很喜欢到他们的店里边 他们店的家具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简约 还有一些不同的品牌 它的定位有很多 所以很方便我们设计的时候 找一些灵人 那迪森 那您刚刚跟我们分享了 Inspiration这家家具公司 它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大概他们公司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它的位置在 在Granford Island旁边的一个区 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它有50年的时间 哦 它的风格是以简约风格为主 都有 它的品牌挺多 然后很方便我们做设计的人 去找一个灵感 真的是找Inspiration 好的 它的价位怎么样呢? 有一些高端的 它通常都是高中一些 一些 好的 谢谢 感谢你推荐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家家具公司 我们有机会也去看一下 好的 那感谢迪森的分享 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继续和迪森 就装修设计方面的问题 进行沟通探讨 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